然后我们用index函数 那他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是哪个范围 所以array的话指的是范围 其实他这个有点像刚刚v乱数里面的tablearray 其实道理差不多 所以我把这个范围告诉他 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基本上他会要第二个资讯 什么资讯呢 你让我知道哪一列 你要的资料在哪一列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 哪一列的话 基本上我们这个范围 哪一列基本上往下 刚好这个范围的第一列就是001 所以基本上 他的列号 其实会跟着他的编号而走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我要的是001的话 那其实就是第一列 002就第二列 所以列的部分的话 其实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查询编号 当然目前现在这个应该没有 所以回来应该会有错误 那column的话意思是说 这个范围里面哪一栏 那我要是第二栏 所以你直接按个确定 当然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 所以这个范围先把它锁起来 F4锁列就可以了 不用锁篮 因为向下填满只要列 那column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刚刚讲过的 RAW 小刮弧 把它剪掉 2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等下向下填满 那个H3也一样把它锁起来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3不能动 按确定 那不过因为呢 找不到了 所以它会有什么 那个刚刚的REF参照错误 那我们把它改008好了 向下填满 放开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一样会带出正确的资料 到你指定的出唇格里面 结果一模一样 OK 那不过呢 因为刚好这一题 比较特殊一点是说 我们刚好查的什么呢 查的那个位置 这个RAW LUMBER 刚好跟编号的顺序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不需要特别去查询 而且你会发现它008 本来是文字 你如果带到这个RAW LUMBER 因为它是要AIRG LUMBER 所以它自动帮你转成8 也就是说自动帮你把文字 转换成数字 其实椅子序里面还蛮多地方会自动转换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查 但是问题以后呢 如果你为你的第几列顺序不知道的话 通常可能会在这边用查的 那查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在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名称叫MATCH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检视与参照里面 找到这个MATCH函数 那这个MATCH函数 有点像 也是查询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一样会给我们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查什么 查008 假如说了以后如果它不是刚好编号 而是一个文字 你要查的话 那我一样LOOKUPVALUE查008 去哪个范围查 有没有 LOOKUP ARRAY 所以这两个一组 去这里面帮我查查看 它会怎么样呢 一个一个比对 001不是 002不是 一直到008 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呢 它会告诉你 回来数字就是多少 就是第八个 有没有发现 第八个意思就是基本上 往下找 找到了 第八个告诉你一下 所以它返环的话 就是8 那刚好就是符合我们第八列 所以你可以怎么把这个结果给带过来 那MatchType的话 跟刚刚那个V环数还蛮像的 如果输入0的话 是要一模一样 输入1是早接近的 但是你会发现 它很妙 它有一个-1 比那个V环数还多一个 V环数只有0跟1 它是多一个-1 那当然0一样 0是要完全一样的 可是这里1的话 找接近的 那找接近的话是往下找 找比它小的 那-1的话是往上找 找比它大的 接近 但是它找那个往上往下 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边可能 你们在使用1或-1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当然这一题比较简单 是因为我直接输入0就好了 因为我要找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把它按确定之后 不过一样 这个3要把它锁起来 A3跟A10 我只要锁列就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把它按F4 这边的话呢 把这个F4 选起来 F4的话 按一下是两个都锁 按两下的话呢 是锁单边 锁列的部分就可以 按确定 好那你会发现 其实往下填满了 但结果也是会是一样 那也就顺便补充一下 但是 index 通常会跟match搭配 这两个会搭配的情况 还蛮普遍的 所以请各位也许试一下 那个index 跟match函数 另外的话呢 也可以试试看 indirect 这我讲过 indirect 如果你要带出两层的下拉清单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indirect函数 indirect函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